好 把目光转向南亚 印度与巴基斯坦不久前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冲突 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而近日印巴双方接连成功试射 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引发外界对南亚地区局势的担忧 有观察指出 印巴双方在南亚的核军被对峙 是两国之间长期相互威胁反制的结果 巴基斯坦终于成功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 这也是巴基斯坦四天内再度成功试射核导弹 据联合早报报道 巴军方通报称 当日试射的导弹为沙星1A型导弹 又称哈塔夫4导弹射程900公里 但没有透露导弹发射地点 仅称导弹落点位于印度洋阿拉伯海以南地区 试射目的是验证导弹系统的多项设计和技术参数 巴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在现场观看了试射过程 并对导弹充满信心 而在上周四 巴军方已经成功试射一枚沙星2型导弹 又称哈塔夫6导弹射程1500公里 在战役战术导弹方面 印度是占优势的 但是的话呢 再占优势它经不住这个核打击 所以的话呢 现在等于是巴基斯坦呢 把这个核门槛的话呢 再降低 还是用核的这样一种优势来平衡 这个印度的常规优势 那么是双方的行动这种对等的威慑 在巴基斯坦的乌尔多语中 沙星意为雄鹰 其中沙星1A是沙星1型的升级版 主要在导弹射程 以及技术参数方面做了改进 可携带核弹和常规弹头 虽然军方通报称 沙星1A型导弹射程只有900公里 但有军事观察指出 沙星1A若是中程导弹 通常的射程在1000公里到3000公里之内 而巴基斯坦到印度的最远距离 仅为2500公里 也就是说 只要拥有2500千米射程的导弹 部署在巴基斯坦最北端 就可覆盖整个印度 同时 沙星1A使用导弹运输发射车实施机动发射 其公路最大行驶时速55公里 整个发射过程只需5到10分钟 这种高效的机动能力 以及快速反应能力 在战时将相当重要 因此 巴基斯坦发展沙星系列 被认为将可维持对印度的 可靠威慑和打击能力 但有分析认为 这也将影响阿拉伯海域地区的平衡 导弹射程的延伸将会进一步加剧 印度东部的环形防御漏洞 而巴基斯坦发展沙星系列导弹 也被认为是针对印度热火系列导弹 被外界戏称为阳沙灭火 两年前 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枚烈火5导弹 仅待6天后 巴基斯坦就试射了沙星1A导弹 并精确命中印度阳上的预定目标 分析称作为邻国间宿敌印巴之间的较量 已从军备延伸到国家形象 烈火5的射程达5000公里 显然针对的不是巴基斯坦 但烈火5的发射是印度成为世界第六个 具备长程导弹技术的国家 对印度国家形象的提升不言而喻 为了不甘落后 巴基斯坦也要有所行动 像烈火5的话 射程的话呢 它已经达到远程导弹这种水平了 所以它要比这个现在的沙星的话 中程导弹的话呢 应该说要好 但由于沙星呢 它是带有这个核弹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这个差个两三千公里的话 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它本是两国脚挨着 所以这个覆盖能力的是没有问题的 它谈不上是这个扬沙灭火 但是属于的话呢 相互威慑是属于这样一种态势 印度弹道导弹主要分两大系列 烈火和大地 其中大地为近程战术弹道导弹 烈火属于中程弹道导弹 而这一次紧随在上周四 八军方试射导弹后 印度军方第二天就在该国东部 奥里萨邦导弹靶场成功试射一枚 大地二型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 这种导弹虽然射程仅为350公里 但同样可携带核弹头 而印度近日还从奥里萨邦附近 孟加拉湾海域的一艘海军舰船上 成功试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丹弩石弹道导弹 导弹在试射中同样精确命中目标 该型导弹是印度的大地近程弹道导弹的 改进型海军版 也是印度海军的反舰武器 同时可摧毁射程范围内的陆地目标 据悉 丹弩石导弹的发射重量约为4.4吨 射程350公里 同样能携带500到1000公斤的常规或核弹头 分析指此次单独是导弹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印度海军具备了精确打击敌方目标的能力 而南亚问题专家李莉则认为 印巴最近紧张气氛 跟印度国内政治形势也有一定关系 我们注意到最近这些日子 实际上硬控克什米尔在搞大选 那么印人党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我想他对巴基斯坦这个强硬的这种态度 会不会跟他这个选举有关系 也许大选过后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改善 另外实际上南盟峰会 我觉得也为印巴领导人这种接触 提供了一个平台